主料,低筋面粉100克,鸡蛋200克,白糖100克,奶油200克,橙子果酱150克,鱼椒片8克,玉米油50克,鸡蛋加糖打发质可以写字,煎入面粉,加玉米油,做成面糊,面糊混合均匀,震住气泡,烤箱预热160度,烤30分钟,打发的奶油中加入100克果酱,160克酸奶, 混合群鱼做成慕斯线,密封放入冰箱冷藏,烤好的蛋糕切片,我做的蛋糕,切分成了4片了,用3片做的,另一片做了个小的,蛋糕片去扁,方便慕斯线倒入,一层蛋糕片,一层慕斯线,各摆三层,倒好慕斯线的蛋糕该把鲜摸冰箱冷藏2小时,鱼胶片冷水还原,加剩余的50克果酱加热, 做成镜面材料,如果感觉费劲,或者麻烦,可以用同种口味的橡皮糖加水,再用微波炉加热一分钟 制成镜面,浇在蛋糕体上,冷藏一叶,镜面没浇好,花了哦,烹饪技巧 如果感觉费劲,或者麻烦,可以用同种口味,豆的橡皮糖加水,再用微波炉加热一分钟 制成镜面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制作人员